依我看,那个项目你处理得不错 一颗小小的冰球,一块一份星穷猎车的人情 对部门而言,稳赚不赔 很久没见了,小耶琳娜 我一直在期待和你共事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就像以前那样 干杯 尽能策出这种决定 这小鸟的本事不亚于她哥哥 皆大欢喜 但小灰猫,你是不是忘了谁 我把炸弹放在这座船上了 给你十分钟 快去炸弹 星穷猎车和星河猎手 就像光和影子 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上 揪揪缠缠一同向前 热烈地生长 也许终点是确定的 但,它不是现在 天地进展过于顺利 天地带走即使要加速了 人的一生太过短暂 就像扑火的飞营 所以 如果你心中也有了某个答案 永远记得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我们有这个权力的 对吧 好 好 好 又来让你这么在意别人的安慰 干嘛不再从前面看呢 我太想ía了 你看,在这片梦想之地,一切都被允许,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这里,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它。 无论那结果是甜美的,梦幻的,还是苦涩的,现实的,它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答案。 所以,人们为何选择沉睡?我想,就像你说的一样,因为最后,我们都要从梦中醒来。